同学,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Electric Potential 那根据官方的定义呢,Electric Potential指的就是 你把一库轮的Charge 移到电厂里面某个位置所做的工 那Electric Potential呢,本身的代号是V 它的单位是V,也是V 那到底Electric Potential会怎么表示呢? 它其实是在描述电厂里面某个位置的一个常数 比如说,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就会Label,正200V 正,不对 这是-200V 那,大家看 这是一个正大Q 它构成了一个电厂 那,越靠近它的位置呢 这个Label就会越大 比如说,这里是正400V 这是-Q 越靠近它的呢 这个Label也会越大 -400V 那越远离呢 越远离呢 就会越小 最小在哪里呢? 比400还要再小 比200还要再小 小到最小是0V 比-400 -200还要再小的是 也是0V 大家想一下 0V在哪里呢? 在Infinity 无限远 那这个就是Electric Potential的定义 那更进一步呢 到底什么是Vault Vault这个单位可以看成 Joule per Coulomb Jc-1 它其实指的都是 你把1Coulomb的小Q 1Coulomb的Charge 从Infinity 移到电厂里面的某个点 那这个200V 那这个200V 告诉我们呢 就是 每一库轮的Charge 它的能量变化是200焦 同样的 你移到这个-200V 每一库轮的Charge 它的能量变化会是-200焦 那至于 正负号代表的 Energy Gain还是Loss呢 大家记住 Vault的正 和Vault的符号 它 辨别方法就是 如果这是一个由正Q构成的电厂 那它周围呢 就都是正的 如果这是一个由-Q构成的电厂 那它周围呢 就都是负的 那如果 两者之间 都有影响力的某个位置呢 比如说 对正Q而言 这个位置是 正300V 那对-Q而言呢 这个位置是-200V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-290V 所以这时候 这一个 1C的小Q 它移到这点时 综合影响 这里的V 就会是-200V 也就是-100V 这个不是 什么Vector的加法 Vector的加法 它不是 因为Electric Potential 本身是Scalar 它没有方向性 这个纯粹是 能量的加减罢了 它会 一个让它能量增加 一个让它能量减少 所以 它的Result 就会是-100V 这个大家要知道